这一段时间内余的小飞侠都处于紧缺物料的状态 虽然这两天肖战和工作室都晒了库存 但是大家还是更加期待肖战的作品或者是活动 然而说到肖战的作品 接下来海外的小飞侠们可以大饱眼福了 最新的消息肖战将有三部影视剧在日本定档播出 而且播出的时间都是错开的 粉丝们可以一步接一步的看下去 虽然这些作品粉丝们都已经看过很多遍了 但是对于小飞侠来说肖战的作品都是百看不厌的 即将在日本定档播出的三部作品分别是斗罗大陆 朱仙和王牌部队 其中斗罗大陆和王牌部队都是口碑非常好的电视剧 而且播放量也非常高 王牌部队是今年开年播出的 而且已经上星播放了 这部剧中肖战饰演的顾一野是非常深入人心的 而且为了更好的体验这个角色 肖战提前半个月就来到军队同吃同住 最后才呈现了一个很惊喜的角色 这部剧播出的时候就引发了多方的热议 剧中关于军人影像的刻画非常生动 贯穿了顾一野的40年 肖战不仅仅是演绎了这个角色 更是真真切切的体验的顾一野的人生 斗罗大陆这部剧是根据小说翻拍改编的 肖战对唐三这个角色的还原度也很高 肖战出道之后演了很多古装剧 他的古装造型也很惊喜 这部剧累计的播放量已经超过了几十亿 而且也曾多次上星播放 在很多国家都曾播出过 这一次在日本播出 粉丝们也都觉得是小场面了 不得不说在文化输出的问题上 真的只服肖战了 肖战每一次的作品都走出国门 每一次走出国门之后 肖战都能够圈粉很多 虽然肖战没有在海外发展过 但是海外的粉丝量是很大的 这足以证明肖战的角色能够圈粉 肖战的很多角色都足够精彩 看到肖战高质量的作品 一次次的海外输出 势必又要圈很多粉 这一次内地的小飞侠们 真的很羡慕海外的粉丝了 虽然这三部作品大家都看过 但是为了追这三部作品 内娱的粉丝的战线是很长的 如今他们只需要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追三部剧 肖战的口碑如今越来越好 很多角色都给大家带来惊喜 最近两部播出的作品是前几年就杀青的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暗示播出 不过播放量和口碑还是能够说明 好的作品在任何时候都会受欢迎 目前肖战还有两部作品即将和大家见面 因为肖战的热度越来越高 很多作品在宣传的时候也会带着肖战 之前春日宴宣传的时候 阵容一直都是铁打的肖战 流水的女主的状态 总之这一次海外的粉丝 真的能够收获满满的福利了 而且这一次的三部作品还是不同的类型 更加能够感受到演员肖战的魅力 期待后期的数据反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